立法院前秘書長林祺山神情落寞被押上囚車 他在後省市哭作一整天最終被裁定續押 他在法庭上坦誠收賄但不承認收標案回扣 檢察官痛批他是收保護費選擇性犯罪 現在更爆出案外案直指他的親信 陳亮營曾經拿2000萬現金替林祺山以及企業 向蔡英文陣營捐款 北檢上個月密訓蔡英文 蔡英文證實知道這一筆捐款 但當下就決定拒收 陳亮營在上個月被體解至地院 招任兩筆1000萬元捐款 一個是企業委託 101筆是林祺山主動加碼 林祺山應訓時沒有解釋捐款動機 只有坦誠有委託陳亮營捐款給蔡英文 而收賄案林祺山是利用 採購電腦設備的時機指派陳亮營 安排網遠公司負責人林寶辰賄賂事宜 101年開始李寶辰只要獲得標案 便以兩成左右的金額 以現金付款給林祺山 而且越玩越大 交易地點深入到立法院會議室 甚至假裝在高鐵車廂巧遇 而且林祺山手毀手法多端 洩漏採購文件 增列規格圖利王遠 要是陳辦人不從還直接換掉 最誇張的是王遠33次沒得標 竟然就廢標33次 根本沒在遮掩 收售3950萬匯款 財產裡還有2.5億 不知是從何而來 不過未來判刑送到工程會 因為是在心智上路前犯案 因此不適用新的承接手段 新手段包括免除職務 剝奪退休金及罰款 雖然無法套用在心智 但只要被何一廷判處撤職 林祺山的退休金還是不保 接著台北綜合報導 找 美國